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好好的女儿非得演各种恐怖丑陋的形象 这一演就是几十年 被人骂 被人壁如蛇蝎 都是生活中的常规操作 家里人给安排的相亲对象 一听饰演鬼片的罗兰 妈一声晦气就扬长而去 以至于她一辈子未婚 近日她孤身一人去了医院 安排好自己的身后事 签了遗体捐赠承诺书 她的豁达和淡然让人敬佩 其实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并不是罗兰有意的规划 只是情路坎坷 她也便顺其自然 年轻的时候罗兰不乏追求者 一来她性格执着脾气大 二来总是遇人不输 几段感情都无疾而终 专心于事业的她 笑称自己嫁给了TVB 值得一提的是 其实生活中的罗兰不仅不丑 还是一个出了名的大美人呢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她走到如今这步 罗兰出生于1934年 原名卢燕英 她长相不是特别出挑 也不算特别聪明 但是为人善良诚实 学习也很努力 父母格外疼爱她 可惜的是 中学的时候因为家庭原因 小燕英不得不辍学 因为年龄小 燕英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偶尔会和朋友一起看电影 有时候会做一下临时演员 那个时候电影行业飞速发展 对群众演员的需求很大 不时领到片酬的她非常开心 她准备先做演员 攒够学费就回去读书 不曾想 母亲坚决反对她演戏 认为那是 有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人才做的事 巨物把母亲带到现场 了解到学好学坏 完全在于自己后 母亲才放手 让罗兰去做演员 当时的领光制片公司老板 黄卓翰 特别赏识燕英 邀请她做签约艺人 并为她取一名罗兰 黄老板感觉罗兰听起来就像交际花的名字 她想把燕英定位成反派形象 就这样 罗兰踏入了影视行业 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白领利人 罗兰拍过400余部影视剧 虽然也有慈母的角色 大部分还是反派和大配角 1983年 罗兰49岁 就开始街拍老太太角色 在TVP 师太和外婆等角色非她莫属 1996年 罗兰在电影《七月十三之龙婆》里 第一次饰演鬼婆婆 开始了恐怖片之旅 午夜出租车 等着你回来 怪谈和江等经典恐怖片 直接把罗兰推向鬼后的宝座 以进入剧情 她那冷漠的表情和恐怖的眼神 瞬间就会让观众毛骨悚然 她因此成为很多观众的童年阴影 罗兰还有一个经典的角色 就是神雕霞里里的球千尺 每次她吐桃湖都能把人吓得一颤 把角色的阴险毒辣 引得入目三分 罗兰的球千尺至今无人超越 她却一直记得母亲对角色的抱怨 当年电视剧上映之时 母亲气愤地打电话给她 你看你多丑 很难看 什么角色都接 母亲发泄一通后 直接挂断电话 罗兰只得打过去解释 当然凭着球千尺的形象 罗兰也完成了从妖女到妖婆的转换 她出名了 一时间风头无两 找上门来的角色 也都是一些恐怖片里的恶婆婆 丑婆婆形象 有人统计 罗兰至少拍了不下于80部恐怖电影 比如阴阳路系列的电影 在昏暗的灯光下 她面无表情侧脸凝视着前方 都感觉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要从屏幕里蹦出来 即使在幕后她也一脸笑容地对着镜头问 你现在害不害怕 明明是和蔼可亲的样子 可是你只要盯着三秒 依然毛骨悚然 太多好的角色渗入人心 也导致了观众入戏太深 这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母亲哭口婆心地给女儿介绍对象 可对方一听是鬼婆就都吓跑了 甚至有时候 罗兰仍在街上走 骂从天上来 有一次罗兰经过一个剧院门口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看到她 直接就开骂 而且骂她骂得很难听 这要换成现在娱乐圈 高高在上的明星们 早就一封律师函把人给收拾了 可罗兰只是马上走开 不予理会 因为她知道 这时她演得太好了 人家骂的也是角色 不是她罗兰 采访中她也说 我真的是从不介意 我不是明星 只是演员 罗兰六十四周岁那年 凭借电影中痴呆症老婆婆的角色 或双料影后 领奖时掌声经久不息 所有同行都用掌声向她致敬 2005年 为无限效力34年的罗兰 拒绝了公司的再三挽留 不再续约 她感觉自己年纪大了 经历不如从前 表示自己不敢再签 以后客串即可 2001年 罗兰开始回无限拍剧 依然敬业无比 对自己的要求很严苛 身为老戏骨 罗兰并没有要求剧组特别对待她 有时候拍戏拍到凌晨 她也毫无怨言 她作为TVB的实力派戏骨 近年来还出演了 《法政兴风4》等电视剧 堪称圈内劳模 不过最近她萌生了退休的想法 最近也想过要退休 因为觉得自己记忆力变差 害别人要重拍就不是太好 罗兰一直是很敬业的演员 她不想耽误剧组的拍戏进度 又想呈现最好的效果 可她马上就是茂迪之年的老人 记忆力与精力难免大不如从前 就算导演和演员们都很体谅她 说哪怕重拍很多次都没关系 可以一句一句地拍 但罗兰还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 总觉得她是剧组的累赘 虽然很多人都不舍得让罗兰老师退休 但又很担心她的身体 目前从她讲话的声音与神态来看 头脑依然很清醒 没有老年痴呆的状况 不过记忆力减退的确不是一个好兆头 除了记忆力变差之外 罗兰的膝盖也曾受过重创 85C那年 罗兰做了患膝盖手术 在可以活动的第一时间 就忍痛开工 敬业精神让年轻人汗颜 87岁高龄的罗兰依旧坚守在片场 去年她在TVB剧集里饰演男演员张震朗的奶奶 对戏时 罗兰会非常耐心地跟后辈讲戏沟通 哪怕她在圈内德高望重 却丝毫不会摆任何架子 今年6月 由罗兰参演的电影《坟情》在大陆上映 她还有带播电视剧 88岁的她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 最佳绿叶奖和终身成就奖 更是对罗兰一辈子兢兢业业工作最大的肯定 她受之无愧 罗兰第一事业是成功的 她塑造的角色一直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经典和无可替代 相比事业 她的爱情和婚姻就令人唏嘘了 87岁的她一直未婚 不曾生下一儿伴女 她的心中也有遗憾 她曾开玩笑称 或许是龙婆的角色太经典 很多人角色恐怖 所以没人敢娶我吧 其实年轻的时候 罗兰不乏追求者 遗憾的事都没有修成正果 罗兰自己也承认 恋情失败并非都是对方的问题 自己脾气大 性格倔强 多疑又爱吃醋 双方往往不欢而散 究其原因 是有一次罗兰在片场无意中 听到两个男演员在高谈阔论 他们的风流运势 他们都是别人口中的模范老公 直接颠覆了罗兰的三观 也导致了他对男人的不信任 和对感情的不安 罗兰曾经有一任男友 两人感情很好 有一次半夜11点半 罗兰给对方打电话 对方妈妈说他还没有回家 第二天男友第一时间解释了晚归的原因 罗兰说什么也不相信 后来两个人分了手 罗兰还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 对方温柔体贴又风度翩翩 他很爱对方甚至想过结婚 不曾想对方居然已经结婚 得知真相后 罗兰以最快的速度分手 也正是这段遇人不输的感情 让罗兰心灰意冷 不再轻易言爱 不过最近倒是有人传出 他与胡锋的黄昏恋 胡锋比罗兰大两岁 也算是影坛中的长青树了 两人是相交多年的好友 会经常结伴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活动 不过也仅仅止步于朋友关系而已 在光怪陆离的娱乐圈 感情很容易生变 罗兰又是特别传统和保守的女人 她想要的爱情迟迟未至 不将就 不委屈 不随意 宁缺勿滥 后来的罗兰把精力都用在事业上 对于爱情她说 没得强求也无需强求 就这样一直单身至今 没能读成大学 一直是罗兰心底深深的遗憾 即便年事已高 她也不曾放弃梦想 2018年 罗兰以80多岁高龄 获得了岭南大学颁发的 荣誉院士证书 《终于圆梦》 罗兰拍了50多年的戏 除了敬业 最让人敬佩的是她一直在行善 罗兰的片酬不像流量明星那样高 平时的她很节俭 出门都是靠地铁 做起公益 却出手大方 2020年 她向武汉捐出了100万 本该一样天年的年纪 罗兰经常出现在公益活动现场 不但捐款还亲自做义工 诸多善举让观众对她肃然起敬 罗兰没有子女 对片场的后辈们总是格外提携关照 和她一起拍阴阳录时 古天乐还积极无名 罗兰对她很是照顾 那场罗兰掌握古天乐的戏 罗兰小心翼翼 生怕伤害到她 让古天乐感觉很温暖 得知罗兰无儿无女 一个人独居时 古天乐把罗兰当成亲人 给了她自己的私人号码 再三叮嘱 有事找她 罗兰说 我年老又单身一个人 所以每次国仔拍完戏 都会来我家陪我聊聊天 还有每逢过年都会陪我一起吃饭 两个善良的人这么多年 一直用爱温暖着彼此 还有刘德华和张家辉等晚辈 也是时常看望问候 刘德华曾在2010年演唱会时 邀请罗兰做特约嘉宾 两人在台上手挽手 演唱了《心只有你》这首歌 她也说过 罗兰是一位很值得人敬佩的前辈 人到暮年陆陆续续送走很多老朋友后 罗兰对生命有了更透彻的认知 从来她都不喜欢麻烦任何人 她想趁自己健康的时候安排好后事 近日罗兰现身医院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 自己离开后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大学做研究 奉献最后的价值 这个决定让人敬佩不已 毕竟在她这个年纪 更多人忌讳谈到归去的话题 更希望落叶归根 如此大无味的奉献精神 让人对罗兰肃然起敬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又从容 罗兰是演艺界的珍宝 是真正有演技有艺德的艺术家 期盼罗兰老师健康长寿 晚年安逸幸福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